欢迎回到BetterMe成为更好的自己 文人录这个节目已经一年多了 今天超级开心的 因为我最近真的是甄嬛传迷 那一直影射到自己在职场中看到的人情冷暖 还有一些高低起伏 结果从秋凯宇先生的口中说起来 用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其实连我们的这个录音师小军听起来都觉得 哇真是超过瘾的 他一直在双手比赞赞赞赞赞 好我们刚刚讲到雍正皇帝 他其实是这个剧的唯一男主角 当然有更帅的果俊王跟温太一了 可是雍正在里面 他的性格是决定了 其实每个人的生死在里面 好那刚刚凯宇提到一个叫做华妃的女人 其实我觉得在前半段里 华妃真的站得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甚至觉得他是比甄嬛还要更抢戏的 是 我们来讲讲华妃这个女人好不好 我想大家对华妃 尤其演华妃的这个女孩叫蒋欣 对她的那张脸你一定很难忘 对其实她很漂亮 对我看过她时装的扮相真是美人 可是她古装的扮相又有一番不同的味道 尤其她撅起嘴巴的时候 她很雍容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她那个狐狸毛一绑起来 她整个人就是艳丽绝伦 她是大陆的女明星吗 是是没错 为什么我说她嘴巴一撅起来那个味道 因为其实大家看 如果就以整个甄嬛传这个戏剧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华妃这个角色 她跟皇后比较起来 她的臣服其实没有很深 她其实是一个蛮单纯的女人 对她蛮单细胞的 直在直到网上 可是呢就是因为她仗着她的哥哥 的一个在前朝的丰功伟业 所以她后朝 后宫可以这么样的作威作福 嚣张 是可是呢换个角度去想 如果你我是雍正 当你应该不可能不知道 华妃这么作威作福吧 绝对是知道嘛 对 那你为什么会容忍她作威作福 所以我就要觉得雍正皇帝真的很坏 嗯 第一个 很单细胞的想 他可能是单一为了要笼络年耕疗的心 对 可是我怎么看又觉得好像也不止如此 对 似乎她也在利用华妃 对 帮她在制衡后宫的纷乱 没错 没错 因为呢华妃相对于其他的妃子 是有影响力 但又很好控制的 嗯 我觉得这个 呃 这个讲心理学 我看我会被很多心理学家骂 说你讲的叫权某 对你讲的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对 可是呢 事实上我们就是活在这个世俗世界里 有一些权力的法则 我们是必须要去了然于心的 为什么雍正会这么宠华妃 好 尤其是可以任由她这样子 其实几乎是要骑在皇后的头上 是因为某种程度上她跟皇后比较起来 她好控制太多了 因为她好像是真心爱着皇上 对 而且那个皇帝好像是知道的 对 对 她可以愿意为了皇帝做任何事情 你会发现 除了让皇帝继续的纳切 除了让皇帝把恩宠分给其他人之外 对 她就是一个触坛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象 所以大家在想想看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当你在职场 或者你在你的环境里面 受到你的老板 或者是所谓的掌权者 非常的厚用跟重用的时候 你要去想想看 她到底是怎么用你的 我觉得这要倒过来想 因为多数人 我们都是被别人使用的嘛 那她怎么用你 她到底是因为你很好控制而用你 还是因为你的才能而用你 有时候她很模糊 可是有时候你必须要常常的去思考这个角度 如果是因为你很好控制用你 那你永远要记得 尤其你在帮人家做一些财务会计的 你永远要记得你要帮自己保全证据 不然哪天出问题被关的人是你 这是很现实的 那如果是因为你的才能而用你的话 那么这时候有时候要懂得把球做给你老板 荣耀归于上 一切荣耀归于主 这个你就比较能够相对的明哲保身 对 讲的实在是太好了 因为我是女性啦 其实我看到华菲她后来的下场 我真的觉得她非常可怜 因为我觉得她真的就是一个单细胞动物 对 她就是一个很标准的触坛子 只要皇帝是爱着她的她就是为了要获得她全然的爱 她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所以她根本就是一个皇帝的一个囊中物 比起皇后 我在揣测一个男人的心态 她跟华菲在一起的时候会比跟皇后在一起的时候快乐太多了 因为华菲她是一个美人 然后又这么的爱她 又这么的好控制 其实皇帝每次送她的东西我都觉得好小 比如说送她什么梅子袋 画眉毛的东西 反正她得到那个东西她也会高兴成那个样子 分给别人她就气了 就是一个这么容易被掌握的人 对 所以实在是可怜 不过也因为她做了很多错事 所以最后她死得那么惨 大家也就觉得说她是罪有应得 那我们来讲讲 其实皇后的权谋很深 皇后啊 皇后我记得是蔡绍芬演的 对 那蔡绍芬的这个扮相真是让我觉得很惊讶 真的 因为我一眼看到 那不是蔡绍芬吗 怎么是这个扮相 可是后来发现 她在演这个皇后这个角色的时候 似乎如果你没有看完的话 你会发现前半部 她真的是一个可怜虫 一直被花费欺负 被她压着打 可是到越看到后面 你越发现 哇 这个皇后的臣服之身啊 真是厉害的一把手啊 你先讲一下她的扮相好不好 其实大陆剧在做这些东西 她有很多细腻之处 你没有去讲解 你还真的看不出来 因为我本身不是历史学家 所以就以她的服饰考旧上面 我可能没办法说太多 但是呢 扮相我想应该还包含了一个东西 叫做声音的表情 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已经看完甄嬛传 我们的环环啊 在刚入宫的时候的声音 跟她得到皇上很多恩宠的时候的声音 跟她后来终于被赶出宫 然后又被迎回宫 成为所谓的西贵妃的声音 有什么不一样 我从来没有注意到 可是如果你这么提的话呢 我会觉得她之前 就是比较娇俏的小女生 但是她开始变成皇后 皇上真正的情人的时候 她好像每次跟她讲话 她也蛮拿分寸的 然后就是很温柔的那种声音 就是好像是很贴心 自己人的那种感觉 但后面我还没有看到 可是我在想 其实声音她当然也是权威表达的一种方式 所以当她变成一个权威者的时候 我相信如果不是在皇帝前面 在其他人前面 她应该开始已经有一些 有power的那种展现 但是皇后的声音 如果你这样讲 我会觉得 因为皇后说真的蔡少芬年纪不大 可是她常常在里面说 她就是一个老玉 她是一个老妇人 那我是觉得这个配音不错 因为这个配音的那种声调 感觉就像是一个年长的女性的声音 完全没有那种所谓的娇俏可爱 或者是温柔的气息出现 我讲的对吗 对 这是她很细腻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不得不佩服 大陆在拍摄这种历史戏剧的一个用心 其实呢 刚刚讲到我们讲到甄嬛 还有讲到皇后 她们的声音表情 其实我们会发现 皇后她一直以来的声音表情 是非常非常的 我们俗称的淡定 淡淡的 然后呢 有一点点 一点点压着嗓子讲话 因为她毕竟在那个位置嘛 她总不能像个小女孩一样 高八度音讲话吧 哇哇音完全不适合她 对 完全不适合 可是你会发现 当她剧情发展到后面 当她被 被 被发现 她做了一些很肮脏 狗屁刀招的事情 她整个歇斯底里的 那个高八度的那个 哇 真的是很到位 压抑太久了 对 可是呢 大家哦 一定会把目光 多数是集中在甄嬛 你看甄嬛刚入宫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她的声音 有没有一点 比较像是鼻音 然后比较 声音比较高 比较轻 有点比较天真 小女孩的感觉 对 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我们说 看戏剧 其实不是在看戏 是在看跟自己人生的关系嘛 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女性 你发现你讲话 为什么没人当一回事 你有时候是要想想看 听听看 你的声音 是不是总是很习惯的高八度 或者是总是习惯的 有一点带鼻音 那么你这样子讲话 跟皇后讲话的声音 你会发现谁比较愿意听 对不对 大家会去听比较有权威感的声音 大家会认为你可爱 但不会认为你可信 这是两个层次的部分 可是当后来慢慢的 甄嬛受到皇帝的恩宠 然后呢 跟皇帝有很多互动 你在看那一段剧情的时候 甄嬛这时候的声音 你会发现它比较没有那么高了 比较没有那么天真了 反而他的讲话 就像我现在试着用我的喉咙的共鸣 来跟你讲话一样 因为我发现 这好像是一个人在跟你倾诉心事 他不需要高 但他需要的是温柔 他需要的是有一点点气音 他需要的是有一点威威到来的感觉 你才能感觉到我的真诚 我的真心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在世俗世界里 你每次跟你的情人讲话 你要么就高八度 要么就低八度 难怪你的情人觉得 你都不跟他谈情说爱 你要懂得用你的喉咙 好 然后因为 讲这种绵绵细语 应该说是悄悄情话 一定距离是很近的 所以你的音量不用高 可是呢 你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是不是很容易感动人 对 可是当西非 历经沧桑 就是甄嬛 然后历经沧桑 经过很多的挫折 终于又回到皇帝身边 这时候俨然像个女王风 有没有 像个黑寡妇一样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的声音 比较是用胸腔在共鸣 声音比较沉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三个阶段的声音 他的音质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的那个 他的音感 你听起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比较沉 为什么 因为他开始要去 指挥他的手脚 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 选择 预防别人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 后宫的很多 勾心斗角 他必须要先做一些防范措施 所以我常常会去 讲一件事情 因为这也刚好 我在跟很多人分享 关于沟通表达的部分 重点不在于 我们如何改造自己 重点在于 你有没有觉知到 你的声音表情 就是这样子 当你觉知到的时候 你要再去把它 相对的去调整到一个比较恰当的位置 就比较容易 所以呢 其实在整个《甄嬛传》的戏剧里面 你会发现不同的角色 他们的声音表情是很有意思的 它非常非常细腻的 会让你觉得 你的整个感觉 似乎就被这个戏催眠一样 像我有一个长辈 他说他两天两夜不睡觉 就为了把它看完 男生还女生 女生 女生 对 可是我们看到很多 台湾的本土剧 你就会发现 你很难进入 对对对 可能因为我们超值的语言 跟所谓的一般 他们所定的观众群 可能也不一样啦 这个我觉得这样讲又太绝对 可是我真的要去讲 所谓一个戏剧的细腻与否 或者是 它跟我们人生的关系 你就会发现 它的那个贴近度是很高的 你换个场景 换个服饰 你就会发现 那根本就是我们的人生 你提到一个 我很少去注意的事情 就是声调 因为我从很年轻就开始演讲 这个也有十几年的时间 而且也不是吹牛 其实我的演讲很受欢迎 然后曾经有很多次 有人称赞我的声音 那我本来一直以为说 我的声音可能在演讲的时候 是好听 可是我现在想想 可能不见得是好听 而是中间所呈现的一种厚度 让人家感觉到的信赖感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其实我讲两个 一个是录音间里看得到的 也就是我看得到的 一个是大家听得到的 我先讲我看得到很快戴好了 我每次跟文人姐互动的时候 我发现 你的眼神是很 很真诚的眼神 很正的对吧 对 可是很多人说眼神要怎么真诚 学不来 很简单 你只要想象你的太阳穴用力 你的眼神自然就会有力 你说我不知道太阳穴怎么用力 没有关系 我叫你想象就好了 你可以自己试着自拍 你拍一张你太阳穴 没有想象它用力的样子 跟你拍另外一张 你想象自己太阳穴用力的样子 你会发现两双眼睛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 因为你自然而然就散发出 这种让人觉得 我的话可以相信的这种神情 这种眼神 好 那关于声音的部分呢 其实关于声音的部分 我发现文人姐你的 发音的模式 蛮标准的口腔的共鸣 对 所以口腔共鸣 其实像现在很多小朋友都口腔共鸣 所以口腔共鸣 一个不小心就会讲话 含乳蛋 可是呢 要怎么改变含乳 很简单 就像你 你其实在讲的每一句话的时候 特别是当你有意识 在麦克风底下的时候 你的嘴型是有做足的 就是我很自正腔圆 是这样吗 我觉得追求自正腔圆 可能很多人又会想说 要幻想自己是一个 非常正音的人 其实我觉得 也不是这样 有时候你讲台湾国语 也是一个很好的特色 只是说 你的嘴型做足 它代表着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 你讲的那句话 因为有很多音 比如说A E I O U 这种英文的母音 它不是A这种评的 它是A 它那嘴巴有点收起来的 那个味道 所以当你嘴型做足的时候 对听者的感觉 你的讯息是传递的完整的 OK 好 但是呢 除了这个对听者的感觉之外 还有一点是 当你把嘴型做足的时候 其实比较慢 在视觉 除了慢之外 在视觉的观点 我会觉得 你很有诚意 把话说清楚给我听 OK OK 这种其实是 一切的意识层面 跟潜意识的讯号 都在 让你的听众 进入你的状态 所以为什么你的演讲 会受欢迎 为什么会好听 有时候关键不在于 你说了什么 关键在于 你怎么说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 凯宇之前教我一个东西 我觉得 很感谢 就是他 以前就曾经告诉我说 关键不在于 你说了什么 说什么当然很重要 但是他的重要性 却不如你怎么说 对 有时候我们讲的 可能真的是 很有道理的话 但是我们用诚意的表达 或者是用轻挑的方式 其实对方有没有接受到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 而且有时候 对方根本接的 跟你要表达是两回事 那就问题大了 对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